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說打得非常漂亮 拿下勝利 先給所有的選手 還有教練團 一個最熱情的掌聲鼓勵 謝謝 今天的單單AVB也選出來了 今年先發投手表現優質 多名一家的單機 讓我們歡迎 豪西蒂普蘭 我們先把我送給你送給你 我們等一下持續的等待了我們德寶拉呢 來到了我們場中來接受了我們英雄式的歡呼 那我們等一下呢 記得用你最大的熱情 最大的掌聲 待會兒來歡迎 我們今天的單場MVP 德寶拉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來好好的來期待一下 那這邊呢 一言 謝謝大家今天這麼熱情來加油 尤其是今天開賽前下了一場大雨 但是呢 今天這樣比較可以拿下勝利 讓我們一起掌聲歡迎 豪西蒂普蘭 讓我自己的心裡 掌聲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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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裡單張 單張 掌聲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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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德寶拉 好 接下來我們先請小翔來幫我們頒發單場MVP 給德寶拉 並且看向正前方的鏡頭 恭喜寶拉 好 OK 好來 接下來我們先邀請第一位的幸運的會員球員朋友 來幫我們發由燒肉搜酒 提供的和牛嘴冠券 總共有三張 恭喜幸運的球員朋友 今天雖然他在上班族的那還沒有獲勝 但是他抽到了3號MVP 也可以說相當的幸運啦 OK 好 先謝謝我們第一位的朋友 再來 第二位呢 今天要頒發的是由Asaki所提供的啤酒一箱 好 這邊呢 也要恭喜了我們兩位的幸運會員球迷朋友 好 謝謝 來 謝謝我們幸運的球迷朋友 接下來呢 要來訪問一下我們最... 這個我們單強MVP得寶拉 當然少不了我們最可愛的Janet 好 那首先呢 唉唷 等一下小翔 Please OK OK 頂到我了齁 好 首先呢今天呢當然要先恭喜齁 今天寶拉再次快樂 因為隊友幫他打下11分掌聲鼓勵 好 對 那今天隊友打下11分掌聲鼓勵 我想好奇問一下寶拉今天有沒有賽前呢 帶什麼好料請隊友吃 讓今天打得如此的精采 先分享一下 我帶了一點點的食物給朋友們 知道嗎 因為我試過那些美國人 讓他們更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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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神 他們沒有吃到所有的 但他們喜歡吃到所有的食物 他說他今天賽前確實有帶了一點食物 來給隊友吃 然後就是讓他們品嘗一下多米尼家食物的味道 然後讓他們就是可以增加 體力啊 然後今天可以打得很好 當然不是所有的隊友都有吃到 就是幾位 幾位隊友有吃 OK 好的 那當然各位我想今天雞鴻應該有吃到 然後高宇傑 很多隊友 當然也非常感謝寶拉可以說是非常辛苦 因為我們知道寶拉其實今天的出賽 可以說是投衣修飾 那可能呢 節奏上會稍微比較不太一樣 但是你們也跟我們分享一下 像面對這種節奏比較不同的狀況的時候 那在調整的過程有沒有特別的注意什麼樣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 當然就是他自己就是已經有準備好就是投衣修飾的這個節奏 那雖然是不同 休比較少天 可是他就是心理方面跟身體方面都有做一些調整 就是比賽前的兩天就有投牛棚 然後也有做一些重訓 把自己身體跟心理準備好 是的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寶拉平常他真的也是 對於他們的賽前 或者是他的前置作業 其實他都準備得非常的充分 那今年其實我們也想要問一下寶拉 因為今年寶拉在開季的時候 其實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四連敗的過程 其實有點像那時候剛來台灣一下 一開始是五連敗 但是呢 寶拉今天這場勝利呢 也是他的連續的五連勝 那是不是也分享一下這個中間的轉折的過程 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整個的投球的轉換的過程 你知不知道在這個季節 你知不知道當我父母死亡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力氣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力氣 所以自己的力氣沒有100%在場地 因為自己的父母就被打了 所以我認為他在開始的季節 他在開始的問題 但是謝謝神 他已經變得更好 你知不知道我還沒辦法 但是現在你已經變得更好 謝謝神 他說當然就是今年球季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寶拉說他的父親過世 所以當時候就是可能 身體的力量跟心理的力量都不見都跑掉了 所以需要一點時間去調整 那時候就是沒辦法百分之百的專注在比賽上面 但是就是隨著時間 當然現在就是在慢慢恢復中 可是也越來越多的精力 就是放在球隊上面把自己調整好 那感謝就是現在的狀況越來越好 是 那可以說寶拉可以說非常勇敢 先給寶拉掌聲鼓勵好不好 真的 感謝他非常勇敢的 幫我們挺住了 而且有這麼好的成績 那最後呢是不是也教我們一下 燉牛肉多米尼加要怎麼說 再講一次好了 教大家一次好了 你們會嗎 太難了 OK 太難了 太難了 那最後呢 那這邊要教大家 不然教大家好了 就是多米尼加的謝謝 感謝大家 這樣子 今天來這邊加油這樣子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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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謝謝我們可愛的 我們的Podcast兄弟你來說